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 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485通信实验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 那么是基于我们正典源子 所有的开发版的话 都是适用的 那么实际上呢 对于这个485通信的知识的话 那么它是不限平台的 只不过我们后面讲解代码的部分 我们会讲解 主要是基于我们正典源子的开发版的这个程序 那么在讲解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解内容的参考资料 那么对于站件版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对应的开发指南的第30张 经营版的话 可以参考开发指南的29张 那么对于探索版的话 可以参考F4开发指南的第31张 那么都有讲解这个485实验 那么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这个485实际上 它只是一个接口 那么它用的这个物理层 它实际上是连到这个 通过一个485 实际上它是一种电瓶转换 那么我们最终用到的是 窜口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们 大家如果说对窜口 还不是很熟悉的同学 我希望大家先去学习我们前面的这个窜口相关的手册或者视频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解哪些内容呢 我们首先会讲解485接口 然后我们再讲解我们的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的话 实际上基本上就是窜口的程序 那么我们重点主要是这个485接口 因为你只有对这个接口了解了 那么程序的话也就很容易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窜口 什么是窜口 那么窜口的话是一种接口标准 它规定了接口的电器特性 简单的说只是一种物理层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个什么叫物理层 那么这个我们也很难去给大家解释清楚 那么大家只要知道物理层的话是一个偏底层的 偏底层的 物理层是一个偏底层的一个标准 那么常常我们写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窜口实验里面 我们用的这个上层的软件 比如说我们写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就不叫物理层的 那么这次我们写的叫协议层 那么典型的这个窜口通信的标准的话 就是RS232和RS485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422 那么这些窜口标准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它们只是定 这些它们定义的是电阻和阻抗的区别 那么它们并没有定义这个软件协议层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实际上我们先来举个例子 对于我们芯片而言 对于我们MCU而言 MCU 那么它有窜口 比如说我们两线 一个是发送 一个是接收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开发板 上面我们就有232的这个窜口通信接口 还有这个485的窜口通信接口 那么它们之间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它们都可以填到龙 同样一个窜口 不管哪一个窜口 它们都可以连 那么它们的区别在于 实际上 这里比如说我们通过连接了一个485的电路 然后开放出来的接口 我们这个接口就485接口 或者说我们这里 同样一个窜口 发送和接收 我们这里连了一个232 地平转换电路 然后那么我们常见的 就是这种DB9接口 那么对于这个 它们都可以连接到同样一个窜口 那么芯片的窜口的电瓶是TTL 那么都可以同样 那么它们的区别在于 它们把这个窜口的信号 进行了一个转换 那么区别在于 它们转换出来之后 那么这个开放出来的 比如说232接口 或者485接口 那么它们对这个 发送出去的数据 比如说1和0 那么对应的电压 以及这个接口的阻抗 那么它们是有区别的 那么正因为这个电压和阻抗的区别 那么就 使得这两种 或者还有我们的422 那么它们在应用的场景不一样 那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这是与它们的特点来决定的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对于这个232接口的话 它定义的信号的电瓶值是比较高的 就是正负的12伏 比如说我们通过芯片的窗口 连了一个232的电路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DB9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信号的电瓶是正负12伏 来定义这个1和0 那么它的快速就会损坏接口芯片 接口电路的芯片容易 然后传输的速度比较低 那么在异步的传输过程中间 就是20K 这样的一个速度 是比较低的 然后接口使用一根 信号线和一根 信号反合线过程的工地的传输形式 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就容易产生一种干扰 共模干扰 所以这个232它的接口 看干扰能力很弱 然后就是传输的距离有限 那么最大的传输距离 一般就是在50米左右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里说了几个 这个232的一个缺点 但是这个232接口 在我们这个通常的这个通信里面 也是但是我可以说它用的是最多的 它用的最多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这种接口是 比较早的一种接口 很多设备都用的 采用的是22接口 包括我们电脑 那么第二个 它的通信距离 虽然说它比较短 只有几十米 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运用 那么可能它中间 比如说这个232和这个232 通过延长线连起来 可能也就几米的要求 那么设备主要是 连接相邻的两个设备 所以它的距离的要求也不高 并且大部分很多的这个窗口通信 主要是用来传输一些指令数据 那么它对这个速度的要求也不高 所以这个232接口 可以说它在现在的 这个电子电路里面 它应用的是非常广幻的 那么后面又出了一个485接口 把这个232进行了一个改进 那么它也是一种两线的 半双公多点通信的标准 那么它与232的电器特性 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看 它有哪些特点 那么485的话 它就把这个232的 这个电频给降低了 它相当于是 逻辑1的话 它是通过压差 那么两线间的电压差只有 2到6V 逻辑0的话 是负2到6V 那么它的接口电频比较低 所以它不容易损态芯片 然后它把这个传输速度也更加高 10米的时候 传输速度可以到35兆 1200米 可以到达100K 那么它的传输距离 大家也可以看 它是可以到1200米 然后它就看干扰能力差 因为 为什么看干扰能力差呢 看干扰能力强呢 因为它采用的是 平衡驱动和插分接收器的组合 也就是更加优 性能更加优 看干磨 看共磨干扰的能力强 所以它的看干扰能力很强 然后距离远 节点 支持的节点多 那么它的最长可传输在1200米左右 在速度小于100K BPS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支持多32个节点 有一些485芯片还可以到达200多个节点 最大的可以支持400多个节点 那么传输距离是很远的 可以到达1000米左右 那么它就有这么多的优点 所以这个485接口 在我们现在通信中间也用的非常多 所以很多设备都用485接口 包括一些 包括后面我们要讲的这个 CAN接口 也是一种用的比较多的接口 那么485也是用的很多的接口 那么对于485的话 那么它是怎么来连的呢 实际上它是比如说我们这里一个主机 那么它是两线的 那么它可以连一个重机 那么它可以 大家可以看主机设备一 设备二 那么它是两线的 那么它可以连很多个设备 那么一般情况下 在主机的两端 这个线中间 我们会加一个叫特性主抗 就是用来这个匹配电阻 我们叫匹配电阻 那么在最后一个设备 那么我们这里在它的发送接收 我们也连接一个匹配电阻 因为没有主抗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噪音 所以这个其实也很难去解释清楚 那么是这种重新方式的一个特点 你很难去解释清楚为什么 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一般 比如说在这种线性的里面 我们都会在主机和最后一个设备之间 我们都连 我们两个线之间 我们都连这个匹配主抗 那么对于我们485的话 它一般是用在点对点的网络中 那么是线型的总线型的 那么不能是这种新型环型的这个网络 这里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们在上面的连接中 根据我刚才的讲解 我们需要一般在总线的起始端加入 也就是在主机和设备室 上面各加一个120欧的匹配电阻 那么在我们的电路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有加这个匹配电阻的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看我们的原理图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开发板上用的这个芯片 485的转换芯片是SP3485 那么它这个是一个八个引脚 那么这也是大部分的这个485转换芯片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引脚定义 那么一般情况下 VCC和D这个肯定是有的 然后是什么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AB AB就是我们的总线接口 同性接口 然后RO的话是接收输入端 DI的话是发送数据输入端 RO是接收输出端 DI的话是发送数据输入端 RE的话是接收使能端 那么R0是接收输出 RE是接收使能 这两个 你要接收这个输出 那你要把这个它是低电频有效 所以这里加了一个一痕 然后这个DI的话 就是发送数据输入端 那么第一是发送使能信号 这两个是一起的 所以你要使用这个 那么你就要把这里置为高电频 那么你要使用这个 那么你要把这里置为低电频 所以我们一般实际上 因为它是单双工的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半双工的 它是半双工的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这两个是连在一起 连到一个比如说某个芯片的某个控制引脚 那么我们要发 比如说我们要 我们这里要使能它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这里设置为0 这样的话它就OK 那么这里的发送数据输入端就不OK 然后我们输出1 那么这里就OK 这里就不OK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AB的话 就是我们转换出来的这个485的信号 所以我们这对于我们这个RO和这个DI 那么我们一般就是连到我们 比如说我们是主机的话 我们用MCU 那么它是连到MCU的 这个窜口的发送接受引脚 就是TTL电瓶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窜口1的PA9 PA10 PA9 PA10 那么我们就连到这个RO DI 然后相当于是把这个窜口的TTL电瓶 最终经过这个芯片 转换为了这个485的电瓶 那么讲到这个485 就很容易跟我们的22想起来 那么我们的22的话 也是一样的 那么它也是有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MCU这里 然后我们经过一个232的电瓶转换电路 然后也转换出去 这里也有发送接受引脚 那么我们也是 把这个MCU的这个TTL的窜口电瓶 相当于经过了232 转换出来的是232电瓶 它的数据是没有变的 它不改变数据格式 它改变的只是主抗和电压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硬件连接 我们这里先是看站间 那么站间的话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是连着的窜口2 窜口2的话是PA2和PA3 对于我们芯片而言 那么它有它是这两个 一个是发送一个接受引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P7 有个P7 那么P7的中间这个端子 那么它是跟TX连在一起的 然后中间另外一个 这个3和4的话 就是连接到我们这里的RX 然后我们因为要用到485 所以我们要把P7端子的 这个跟485在这里 挑戏帽连起来 然后这个485的接收 那么它是连到哪里呢 是连到485的这个DI 大家可以看DI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挑戏帽 连到一起之后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DI DI连接到了哪里呢 连接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窜口2的发送 因为DI的话 对于它是输入 对它就是发送 然后这个RO的话 RO的话大家可以看 经过这里 这里再连接到我们RX 所以最终我们把这个挑戏帽 连到一起之后 相当于是把芯片的发送引脚 接到我们这个485的接收引脚 芯片的窜口2的 接收引脚 接到我们这个485 输入输出的这个发送引脚 然后经过这个3485之后 转换出来 就是我们这里485电瓶的输入输出 就是AB端 然后AB端的话 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里首先第一个 连了一个120欧的匹配电阻 匹配电阻 这是我刚才讲的 然后我们这里的A端 大家可以看 它通过一个电阻连到了高电瓶 然后B端通过一个电阻 连接到了低电瓶 那么这两个偏置电阻的话 需要来保证总线空闲的时候 AB之间的电压差 都要大于200毫伏 大于200毫伏 那么这里转换出来 就是最终就是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PA2 PA3通过3485 转换出来到AB端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设备 假如我们也另外一个设备 有一个485接口 它也有A端B端 然后它也通过这里连接到 比如说一个MCEO 假如我们另外一个开发吧 那么这两个要连到一起 怎么来通信 那么怎么连呢 那是A连到A B连到B 这里大家要注意 A连到A B连到B 那么实际上 那么对于我们这两段而言 两个MCEO 那么它们之间只是说 它对它们而言 只是 都是相当于是透明的一样 你发送的数据我收到 只不过通过这个电瓶转换 转换出来的信号的电压和阻抗 就决定了这个中间传输的距离 你可以通过232 也可以通过485 也可以通过422 是这样的 那么对经营版 也是一样的了 只不过这个标 标号不一样 那么对于这个探索版的话 F4 那么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连接的这个标号 比如说我们这里标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连接的 都是连接的方式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开发版上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站键 那么站键的话 根据我刚才的讲解 我们的P7 P7 我们要把这里实际上就是PA3 连到PA3 连到PA2 在我们这里 那么我们要把挑线帽连到上面 这样的话 保证我们PA3连到了485 芯片的这个相应的引角 PA2连到了485芯片的相应引角 然后我们最后经过这个芯片 485芯片转换出来的AB端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在这里 这里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很像的 这里是CAN的 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里是485的 那么我们把它放大 可以看到这里是A 这里是B 那么对于我们金银版的话 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的挑线帽 只需要把这里 在这里的挑线帽连到一起 485 T连接到PA3 485R连接到PA2 然后我们转换出来的是 这个 大家可以看 也有AB 一定要注意 那么对于我们探索版的话 那么大家跟金银 跟那个站线也就很像 只不过我们标注的方向不一样 大家要注意 PA2在这里 485 在R来X在下面 所以我们要把这里和这里连到一起 大家要注意 然后转换出来是这个右上角的 A端 B端 所以连接方连接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能搞错 这个挑线帽是不能搞错的 搞错了 你肯定会出问题 那么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还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开发版对应的手册 开发版对应的手册里面 对这个连接 也是有讲解的 也有截图 那么这里我们把这个 这里有三个原理图 我们把它列出来 那么这里实际上 我是告诉大家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这个芯片的引脚 比如说PA9 PA10 还有PA2 PA3 这些他们的创口的电瓶是TTL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连到这个 A485电路里面 转换出来的是AB端 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电瓶的转换 那么这里转换出来的是485电瓶 那么也可以连到我们的232里面 这里我们说的是 这个232不是我们的USB窗口 是我们的经过这个SP3232 转出来的DB9 那么这里的电瓶 就是我们常说的232的窗口电瓶 这里大家要注意 根据我刚才的讲解 那么实际上 我们今天讲解的知识 我们要写代码的话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窗口的代码 那么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 232也好 485也好 他们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个电瓶的转换而已 那么他们并没有去 不需要我们的单面机去做其他的事情 他只是对我们单面机的窗口 TTL这个窗口硬件 单面机的外 这个片上的外设的这个窗口 它的发送 我们通过程序来控制 那么它的接收 我们也是通过程序来控制 那么对于这个外部 它连接的设备 他们电瓶怎么来转换 实际上对我们芯片 它是不用关心的 所以这个底层 跟我们的窗口实验 是百分百 几乎是一样的 可能只不过是用的窗口不一样 我们的窗口实验里面 用的是窗口1 是PA9 PA10 那么我们485实验里面 我们是把它默认连接到这个 PA 窗口2 是PA2 PA3 只是这里的区别 其他都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讲解一下 我们的代码 接下来大家打开我们的代码 那么我们先打开 我们探索板的光盘 找到这个485实验的代码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看一看 那么对于这个代码的话 实际上就很简单 这个485的代码 在我们这个RS485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 对硬件上来说 这个485的硬件 它只是决定了这个 电瓶和阻抗 那么对于我们程序而言 是没有太多区别的 跟窗口是一样的 那么跟我们这个 System里面有这个窗口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System文件侠 下面的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窗口1 然后我们这个RS485的话 我们这里测试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窗口2 所以只有这里的区别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RS485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 有些没有对齐 我们让它对齐好看一点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首先 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首先这里有RS485的初始化 那么这个485的初始化 它初始化的并不是说 是485的芯片的引脚 它是初始化的是这个 485所在的窗口 窗口2 那么这里的话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窗口2 窗口2的话 它是PA2和PA3 所以这个步骤 跟我们窗口的初始化 步骤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换成窗口2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要使能PA 口的时钟和窗口2的时钟 这个就是使能时钟 那么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PA2 PA3把它引脚映射到窗口2 调用我们的GPL pin AFconfig 然后设置好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初始化我们的L口 把它设置为复用功能 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窗口2 PA2和PA3 我们把它设置为复用功能 那么经过前面三步 那么我们窗口的这个初始化部分 窗口的这个准备部分 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代码有PG8 那么PG8是怎么作用呢 那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探索板的这个手册 485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硬件连接 那么硬件连接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上是有把这个PG8连到哪里呢 连到这个 作为它的这个R1这个口 大家可以看 那么这两个R1和D1是设置到一起的 因为我们的R1的话 它是低电频有效 使能这个RO 然后D1的话是高电频有效 使能这个DI 所以我们把它连接到一起 那么就只需要一个引脚 那么你设置为1的话 那么这个D1就使能了 你设置为0的话 这个R1就使能 那么也就是说发送和接收 因为它是半双工 只有一个是可以使用的 不能同时使用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属于我们控制发送 这个模式控制引脚 是发送还是接收 所以我们这里也要把它初始化 设置为输出 然后初始化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初始化窗口2了 那么这个初始化方法 跟我们这个Sys的文件夹下面的 初始化窗口1的方法 似乎是一模一样的 配置过程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这里改成了窗口2 设置它的波特率 自长是8位 停止为1位 没有机油校验 这些开启发送接收 那么这些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就使能窗口2 然后清除相应的标志位 如果我们开启了接收 还有配置接收中断 大家可以看我们打开了 这个接收中断 然后配置NVIC 那么在这个初始化之后 大家可以看 我们最后还有一行代码 最后还有一行代码 这里我们就把它设置为0 那么默认是接收 那么设置为1 就是发送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 我这里就不重复来讲解 跟我们窗口里面实验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用到的就是窗口 那么如果还有不懂的同学 我希望大家回头 看一下我们窗口实验 因为你学到485 对窗口还不懂的话 你肯定是没有办法 去很好的利用的 然后的话 我们的窗口实验里面 我们写了一个协议 是把这个接收到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窗口里面 这个里面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是把我们接收到的数据 接收了什么 然后我们在 以这个回车换航结束之后 我们在发送的窗口 那么我们485里面 我们又写了一个简单的协议 大家可以看 那么我们怎么来的呢 我们这里也定义了一个buff 定义了一个64 个字节的buff 然后这个buff 对于我们这个中段里面 中段的话 因为我们使能是这个接收中段 所以每次接收到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接收到一个数据之后 那么我们就去把它接收之后 如果小于64 我们就把它写到这个缓存里面 写到缓存里面 接收到数据 直接写到缓存里面 然后我们发送数据 然后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发送函数 和一个接收函数 这两个函数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那么如果我们调用了这个发送函数 那么我们就这里 我们要发送哪些数据出去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 根据我们要发送的这个buff里面的数据 一次去调用窗口的发送数据 实际上就是通过窗口发出去 通过窗口发数据 发送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接收 设置为接收模式 并且把接收到的这个数据 抗子设置为0 然后我们这里写的这个接收数据的 是什么来的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要接收多少长度 放在这个buff里面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也是 实际上 就是这个接收 它不会主动去接收 它只有接收到数据的时候 进入到中断 因为我们进入的 接收到数据之后 我们进入中断 然后把收到的数据写在buff 所以我们这里 这个接收的函数 它实际上是要从我们这个 buff里面 从我们这个前面 这里收到的中断里面 收到的buff里面 把这个值 复值到我们这里的buff 这个buff 也就是返回我们需要的长度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代码的话 实际上都是很简单的了 发送和接收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函数 那么主函数里面 对这个485 我们进行一个初始化 大家可以看我们485的初始化的 波特律是9600 初始化 然后初始化之后 我们就按键进行扫描 如果是k0按下 那么我们就怎么来呢 我们就把我们就生成数据 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生成数据 写到这个buff里面 然后通过send这个data 也就是我们前面写的这个函数 我们把它发出去 那么发出去 实际上就是调用这个窗口的 框数里面窗口的发送数据的函数 一次连续发送几次 发送 比如说我们要发送五个数据 那么我们就发送五次 实际上最终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接着我们就去调用reserve 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在wire里面不停的去调用reserve 为什么要不停的调用呢 因为我们的reserve的话 这个函数 那么它实际上是把这个 因为我们窗口中断 只要接收到数据就会产生中断 然后把这个通过中断来把它写到buff 然后所以我们这里的接收的这个 它实际上是去把buff里面的纸拿出来 付给我们这里 要的这个返回的这个buff 实际上只是一个毒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 就是你不停的去 在wire里面不停的接收 有数据就接收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代码 进行一个下载 然后下载到我们开发版 下载到我们开发版 现在我要连到我们探索板上 大家看一看 其他的连到我们探索板 那么接下来我这里测试 我是怎么来测的呢 我是怎么来测呢 实际上我是通过 大家测的话可以通过 比如说一个站键和一个精英 只要有485接口的 两个正点原子的开发版都可以了 比如说两个站键或者两个精英 两个探索板 或者说任何中间的两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你只需要首先 比如说对于我们站键而言 这里我们拿出来 我们刚才讲的 对于我们站键而言的话 对于我们探索板的 对于我们探索板而言的话 他的图在这里 我们把它放大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你这个 P9我们在这里 这个调性帽一定要连接 连接到485这一端 一定要连到485 然后这里的AB端子 要跟另外一款开发版的 A跟A连 B跟B连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我们的 比如说 站键 是我们的站键 我们把它放大 那么你这里的P7 一定要把PA2和PA3 那默认我们不是连到485 我们是连到窗口2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调性帽 拔掉之后 连到这 把这两端连起来 然后 然后你的这个端子这里 跟另外一款开发版的 A相连 B跟另外一款开发版的 B相连就可以了 那么金银板 也是类似的 把这两个调性帽 连在一起 然后这里的AB A和AB和B相连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是用一个探索板 和一个站键 来测试的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打开我们的摄像头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 那么连到一起之后 大家可能看不看不看得 不是我的相连 可能连都不是很清晰 我们这里实际上是有两 通过通过这个 这是我现在手里拿的时候 我们的探索板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上面 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站键板 我们把A和A连 B和B连 那么然后探索板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是跟485连到一起了 大家可以看我们 挑新帽的位置 然后我们在夜景 那么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正点原则的开发板 那么我们的代码都是 因为波特绿设置的 都是9600 那么你如果是用的 其他的开发板的实力 那么你一定要注意 在这个窗口的初始化阶段 初始化 比如说485这个一里头 那么设置的这里就会设置一些什么 波特率 自长 停止位 既有胶验 这些东西 你都要一样的 然后对于这个窗 波特率 尤其是波特率 也要一模一样 这些都要一样的 才能够实现同性 所以我们这里都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这个界面上是探索板 比如说我按 站键板的K0进行发送 对于站键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我们探索板的话 这里就收到了五个数据 那么现在我再按我们的探索板 发送 发送出去五个数据 那么实际上我站键板上面 也收到了 那么它是单算工的 发送的时候不能接收 接收的时候不能同时发送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测试有问题 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 自己的硬件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